哈囉大家好 我是達海爾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繼續沉默之秋二的純有純探索 雖然這系列的影片剛才真的不是太好 但是既然開始了我們就還是把它完成了 也希望大家能夠幫忙多多推廣 另外在開始前也順便提一下 這款遊戲它有八個不同的結局 其中的結局的觸發方式 在我們前一部影片有拿到 安吉拉的刀子之後 假如說你時常拿出來調查的話 就可以觸發它的其中一個 在水中的這個結局 好吧呢我們回到這部影片的探索主題 我們在前一部影片的最後 擊倒了三角頭 推開門之後來到的外面這裡就是 南谷西部 這部影片會完成南谷西版國的探索 首先從存檔點出來我們在外面這裡 可以看到一台綠色的車 車上可以撿到一瓶健康飲料 接著我們順著路往下走一小段 在軌角處我們再次看到一台綠色的車 這台車的前座上面則是有4發的手槍子彈 再繼續往前走一小段 前面這裡會觸發一段劇情 我們會在這邊遇見一個小女孩 大家還記得這個小女孩嗎 我們在林盼公寓探索的時候 曾經有要撿到一把鑰匙的時候這個小女孩踩跟我們一腳還把鑰匙給踢開 我們很好奇小女孩為什麼跑到這邊 但小女孩反而說我們是一個 Dumb Dumb 就是傻瓜 接著小女孩轉頭要離開 離開前他丟下來去 反正我們又不愛瑪莉 但是這個小女孩究竟是怎麼知道我們的妻子瑪莉的事情的呢 追星結束之後我們大家給我看一下 接著我們要進到正前方這個被圈起來的 玫瑰水公園 往前走穿過這個填門其實就可以進到玫瑰水公園裡了 那裡面的路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其實沒有那麼困難啊 從填門進去假如一直沿著右側走就可以走出去了 但我們先左轉進去撿一個道具 左側這邊拐進來在左後方這裡的板凳上我們可以撿到一瓶注射器 撿完這個道具怕迷路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從剛剛進來的地方出來了 因為裡面沒有其他任何可以搜刮的道具 出來之後我們就貼著右側這邊的牆一路走下去 在中間這裡有一個可以拐進去一點點的地方 這裡的實地上我們也可以撿到兩發的手槍子彈 接著一樣繼續貼著右邊走 前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招牌Rosewater Park 那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旁邊還有一個石碑 這裡紀念某一個為自由而死亡的意識 接著我們就走出來 外面是玫瑰水公園的碼頭 我們往前走一小段 在前面這裡有一個缺口的地方 這前面還會寫Warning 從這裡進去會觸發到一段劇情 也會找到下一階段跟我們一起冒險的一個重要的夥伴 橋上出現的人赫然長著跟我們妻子 一模一樣的臉龐 甚至連聲音都是一樣的 但是 她不是 瑪莉 她叫做 瑪莉亞 我們告訴這個瑪莉亞 我們收到了瑪莉的信 我們跟瑪莉相約在 回憶之地 瑪莉亞告訴我們 關於 回憶之地的消息 說不定她有一些頭緒 在我們幾番拒絕之後 最後還是答應 讓瑪莉亞帶我們去到她認為的 回憶之地 最近結束之後會有一段自動的存檔 瑪莉亞也會走在前面帶我們走一小段路 這邊大家可以直接就跟著瑪莉亞走 走沒多久她停在了玫瑰水公園招牌的 另一側 這裡是玫瑰水公園的 西側 我們從這邊的鐵門進去 進來之後又變成我們得走在前面了 我們先在第一個進來的地方右轉 走到前面一個石椅這裡 這裡會可以撿到一張照片 遠離家鄉 背後寫著數字14 拿到照片我們繼續往下走 拐彎柱這邊會有一些 西洋棋牌 在中間 第二個西洋棋牌這邊 我們可以撿到三發的手槍子彈 接著從正前方樓梯上去就可以通到下一個 我們要去的地方 不過上去以前我們先到左邊一下 左邊這裡有一個像墓碑一樣的地方 這裡我們可以互動一下 瑪莉亞也會告訴我們這個 受難者的一個 小故事 他死在一些暴民手中 跟墓碑互動完之後最後我們就從 旁邊的樓梯上去 上來這裡就是 玫瑰水公園的出口 走到前面這裡我們可以在正前方看到一個 汽車旅館 在去汽車旅館以前大家有想要的話也可以先到左邊 繞一下 左邊這裡也有一個解密元素 不過這個解密元素是我們之後才會來完成的解密元素 這裡是一個像 車庫一樣的地方 在最角落的 鐵門下面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千金頂 不過這個千金頂 目前需要的 解密道具我們還沒有拿到 所以我們在這邊只是先在地圖上做一個標記 好那接著我們就先回到剛剛有看到的 汽車旅館 走回外面的 馬路上 我們在這裡有看到一個 Jack's Inn 我們就往他裡面走 我們先來到旅館最外面這間像 警備室一樣的地方 這裡我們推推他的門發現推不開 不過照一下會發現 後面這裡有一個 綠色的門可以直接進去 原來剛剛那邊的門是被一些雜物給擋住了 在這間房間逛一下我們可以在下面找到一個 保險箱 這個保險箱就是這個旅店最重要的一個解密 旁邊還可以拿到一張字條 上面寫著 就是到107號房來找他 那接著我們地圖上標記了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去到107號房 不過地圖上沒寫107在的位置啊 那我們就沿路找一下107在的位置 首先出來 101102號房都沒有打開 後面這裡有一個車子 車子上有一個 存檔點 想存檔的玩家也可以在這邊先進行一下存檔 那我們繼續往下找 在車子對面這邊有104號房 它沒有打開 再來往下走 還有105 106號房 106號房終於又打開了 這個106號房其實有一個小彩帶 就是 我們沉默之秋三代主角 曾經休息過的一個旅店 就是長的跟106號房這裡一模一樣 如果後面晚上來的話也可以拿到一個成就 總說106我們往上走 上面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被 床墊擋住的房門 在這個床墊後面是108號房 所以那個床墊擋住的應該就是107 我們敲過108旁邊的窗戶 就可以進到108了 進來之後上面的門鎖也插著鑰匙 我們可以打開來放瑪莉亞也進到裡面 但這間房間裡面的廁所衣櫃都沒有什麼可以搜刮的 我們環顧一下可以在角落看到一個 可以敲碎的牆壁 我們把這間牆壁給敲碎就來到了107號房 進來107旁邊的櫃子可以撿到一罐健康飲料 前面的桌上則是找到一張紙條 這個就是保險箱密碼的提示 普通難度的話 1-13-18-30-1 就是047 普通難度的密碼提示可能會不太一樣 但總體來說有這張紙條的話應該都可以解開這個保險櫃的密碼 所以我們離開房間以前 角落還可以再找到兩發的手槍子彈 接著我們穿牆回去 後來之後我們會看到 瑪莉亞這邊他拿起了一套衣服 這套衣服其實是 從這般以前他原先穿的衣服 這也是一個小彩蛋 這套他雖然少漏了肚臍 但感覺胸扁搭了一點點 好欣賞完瑪莉亞的衣服之後我們就可以從旁邊樓梯下去 回到剛剛在的那個警備室那邊 我們有保險箱的密碼可以去解明了 走回警備室這邊我們可以輸入剛剛拿到的密碼 0451 輸入完密碼之後我們可以拿到 大門鑰匙同時還會聽到外面傳來 瑪莉亞的尖叫聲 瑪莉亞被一個小怪給偷襲了 我們趕快拿起雲棒出來拯救瑪莉亞 那這個小怪是從哪裡出來的呢 我們轉一圈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像儲藏室一樣的地方 我們可以進去裡面撿到一瓶健康飲料 好了拿到大門鑰匙之後我們就可以推進主線前往下一個地圖了 大門鑰匙使用的地方就是在 這個旅館後面這裡的鐵門進去就可以使用了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謎沒有解開 就是我們前面看到的那個千金鼎那邊 那這裡我們先到汽車旅館後面存個檔 然後等一下我們先回頭去完成千金鼎的解謎 那這個千金鼎會需要我們一路走下那次大道才可以拿到他的任務道具 那因為這邊只有一條路而且 他要跑的路還蠻長的 所以我們稍微加速一點點 走出了一點之後左轉一路走到地 瑪莉亞會告訴我們這條路不對 但是我們堅持 因為我們要去捨掛一些道具 路上你可以跟瑪莉亞聊天 然後附近的一些車子 可能打算會有東西想要的話可以自己找找看 走一小段路之後在地圖的左側這邊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加油站 我們要搜刮的千金鼎就在這個加油站裡面 我們繞著加油站的左側走一圈 左邊這裡有一個鐵門進去 正前方右邊藍綠色的車上會有一些手槍子彈 然後左前方的綠色車下面則是可以找到 我們剛剛在找到 千金鼎拉桿 不過拿完拉桿之後附近也會跑出很多的敵人 想要機到他們或者直接無視掉都可以 那這邊我選擇無視掉直接從加油站走前方出來 這裡有一個樓梯 樓梯上去我們可以觸發一段迴響 觸發完這裡的劇情之後我們回頭 那因為這附近的小怪我都沒有解決掉所以他們還追著我 等一下再開地圖給大家看 我們繞著左側這邊走 可以在左前方看到一個 寶林球館 這裡就是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拿到千金鼎之後雖然我們已經可以回去完成解謎了 但是這附近還有一些探索可以完成 首先寶林球館左邊這裡的車上也可以撿到一些手槍子彈 接著我們進到寶林球館 先從正前方這裡的門進來 一樣假如說有玩過原版的遊戲的話 這個寶林球館其實是觸發 愛迪跟小女孩劇情的一個地方 不過現在這邊被改掉了只有下這個場館 我們到前面跟披薩互用的話 則可以得到一個steam的成就 寶林球館內也有一些搜刮 在這裡的櫃子上我們可以撿到一些手槍子彈 後面的門進來這裡則可以找到一個存檔點 有需要存檔的玩家一樣可以進行一下存檔 存檔完成之後在存檔點後面這裡我們還可以撿到一個 注射器 接著我們要繼續往地圖的左邊去進行探索 因為那邊還有一個小東西可以搜刮 不過這個路一樣比較單調 所以我們就加速來跑圖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具屍體 在地圖的這個位置 左上角最繳弱的地方 設計的旁邊我們可以撿到一張染血的紙條 至於撿它有什麼意義 其實我也不知道但是這裡有道具所以我們就來搜刮 紙條旁邊我們還可以撿到幾發的手槍子彈 接著就可以直接援入返回 一樣我們稍微加速一點 然後現在我們是在奈森大道上面 所以只要沿著這邊的柏油路走到底的話 就可以回到旅店或者說千金頂在的地方 那在走的時候假如說大家一直貼著比較靠左側這邊走的話 會可以看到一個 鎖住的門 這裡是沉默之秋的歷史協會 不過一樣我們現在進不去 那歷史協會外面這邊有一台綠色的車 車上可以撿到五發的手槍子彈 那沿路可能還有一些其他車上會有一些道具可以搜刮 不過這邊我們 接著就是直接一路走到底了 好經過大概一分多鐘的跑圖 因為這個主角真的跑步要慢 最後我們終於可以來到這個千金頂在的位置 我們回去一開始看到車庫在的地方把千金頂給插上去 這裡就可以把他的鐵門給頂開 頂開有一個小空隙之後我們的主角就可以從下面轉進來 那這個車庫裡面的道具搜刮真的是非常多 首先可以在右邊的櫃子這裡撿到手槍子彈 這個桌子上面會寫到關於布魯克海文醫院的一些事情 布魯克海文會是我們下一個要探索的地區 在他後面的架子上同樣有更多的手槍子彈 進來之後大家記得回頭把那個門鎖也解開 這樣瑪莉亞也才可以進來 那在入口旁邊 車子下面這裡我們可以找到一張照片 成功了 背後寫著數字20 入口針對面的門鎖解開則是可以通到回去的地方 但我們等一下再回去繼續進行一下搜刮 左邊這裡同樣可以撿到一些 手槍子彈 健康飲料之類的道具 好那確認東西都搜刮的差不多之後我們就可以離開這間車庫 回到當當在的捷克旅館我們要繼續進行下一階段的探索了 一樣跑回去的路我稍微加速一下 那回到捷克旅館想存檔的玩家可以先進行一下存檔 存檔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從右前方用我們剛剛在旅館拿到的鑰匙走出去 出來之後正對面這邊有一間房子可以先進去看一下 房子外面的桌子可以互動一下 右側的一個木桌上也可以撿到幾發的手槍子彈 接著出來還可以跟瑪利亞聊天 他會告訴我們他曾經在這邊待過 那我們接著要去的是左下角這個門的這邊 我們現在在夢森街上面嘛所以等一下右轉就可以進到卡茲街 所以收集地圖我們往馬路的右側這邊靠 路上有一些屋子可以上去 有一些地方可以撿到手槍彈藥 但有些當然也是什麼都沒有 像第一間這邊就什麼都沒有 但往下走一點 在第二間這邊 上面的 板正上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手槍子彈 最後我們往下走到底會發現這裡是一條死路 同時也觸發一段劇情 我們跟瑪利亞決定在找其他的方向繼續前進 不過就在我們憂鬱之際 後面突然跑出來了非常多的敵人 我們跟瑪利亞穿過了一家人的鐵門進去 並且把我們之前一直在用的木棒給固定住了這個鐵門 最後在後面的車上我們拿到了一根鋼管 這裡我們的武器也從原本的木棒升級成了鋼管 好呢接著我們就準備往下一個探索點前進 我們要往地圖西南方的這個 天堂春宵宅的地方前進 那這邊一路上也會有很多的敵人 但是我自己是不打算跟他們爭鬥的 因為很花時間而且打不完 突然之後我們先往右側走 右前方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有血跡 可以經過別人的車庫 那進去車庫我先小心一下 因為右邊會埋伏著一個敵人 車庫裡面我們也可以撿到擊發的手槍子彈 撿完車庫的道具我們可以繼續向右側走 左邊也可以通但是 左邊要推木門比較麻煩 右邊這裡我們穿過另一間車庫 還可以在裡面撿到擊發手槍子彈之後 出來外面一個看到有燈光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前進的方向 我們來到前方的這個小屋裡面 跟前面的木板互動一下 將木板搬開之後我們就可以逃離這片怪物在地區 進來之後我們跟著瑪莉亞走 在左前方這邊有一個 小巷進去 前面有一個紅色的門 靠近他一樣會觸發一段劇情 瑪莉亞從胸前 拿出了一柄鑰匙 打開了這扇紅色的門 讓我們進到這裡面去 打開地圖看一下的話 會發現我們現在就是在 天堂純曉裡面 進來之後旁邊會有一個 破掉的玻璃門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 是像吧台一樣的地方 跟著瑪莉亞進到前面的門 前面這裡是他的化妝室 前方的桌子上我們可以找到手槍子彈 左側的玻璃鏡上面我們則可以撿到一張 我一定可以的照片 背後寫著數字12 那這一面其他沒有任何特別值得搜掛的東西 我們看到瑪莉亞關門進到我一間房間裡 那那邊我們進不去就繼續往下走 現在就這邊的燈突然開啟 旁邊的一些櫃子也可以撿到手槍子彈 那這裡真的就是一個 不錯的休息場所 裡面一個敵人都沒有 大家想要的話可以自己逛一逛 前面的periodice也是告訴大家 這裡就是像個 夜店一樣的地方 我們往下走 這裡會觸發一段劇情 看到瑪莉亞出現 我們疑惑的詢問瑪莉亞 這裡是不是就是他認為的回憶之地 好在瑪莉亞告訴我們 我們真的只是經過這裡而已 瑪莉亞告訴我們 他希望能夠休息一下 不過我們拒絕了他 畢竟瑪莉可能還在外面 隨時在 危險之中 瑪莉亞也明白這一點 所以跟我們道了歉 並且道了一杯調酒 置我們的希望 但瑪莉亞還隨時處在危險之中 所以我們不打算要喝這杯酒 於是瑪莉亞一個人乾了這杯酒 劇情結束之後 瑪莉亞就正在門口 我們想出去的話 隨時跟他說就行了 那這裡面想要的話 大家可以四處互動一下 像是前面有失誤招引數 假如我們站上 更管台的話 瑪莉亞也會挑看我們 其他就是旁邊有一個存檔點 可以進行存檔 附近的海報也都可以互動一下 那這邊想看的東西都看得差不多的話 最後我們就可以跟 門口的瑪莉亞對話 選擇離開 Let's go 走出來之後 我們接著要去到卡茲街後面 就是當初那個被大洞堵住的路 出來可以右拐 我們要往右前方走 前面這邊有一台車 他的後車廂可以敲碎拿到擊發的子彈 在敲碎車子的右邊這裡會有一條路 可以往下走 大概在地圖這個位置 其他路都是不通的 我們從這邊的小巷鑽進去 走出來之後 瑪莉亞也告訴我們 我們走上來到了大洞的另一邊 馬路的對面這裡有一座花園 他前面的這扇鐵門 我們可以互動打開來 進來之後也會觸發一個自動儲存 那這邊的這座花園 就是瑪莉亞跟我們說的回憶之地 我們跟著瑪莉亞一路來到花園的中心 在這邊還可以看到一座雕像 他會跟我們講出一個 關於這個雕像的愛情故事 這個雕像是關於一個被判了死刑的女子 這個女子被判了死刑待在一個島上 但是有一個男子盲目的愛上了他 每一個晚上男子都會划船偷渡過來 只為了帶食物給這名女子 也因此每到晚上這個女子就會亮起一個蠟燭 來接引那個男子 但是有一天狂風暴雨 男子措手不及 蠟燭被吹起了 男子也迷失在大海之中 但是女子後面還是每一個晚上都點亮蠟燭 希望能夠指引她的情郎找到她 不過無論這個愛情故事再怎麼可歌可忌 我們最關心的一件事情還是 瑪莉她在哪裡 瑪莉並不在這裡 但是就在我們失望的坐下來叹氣的同時 突然聽到一聲尖叫聲 聽到尖叫聲我們也沒辦法做出了 我們決定去到尖叫聲在的位置 看看能不能夠幫助到這個發出尖叫的人 那在我們往下離開這個花園以前 可以先回頭一下 在後面這裡有兩個路燈的地方 這裡我們可以進去 現在這個後面的一個水池前 可以找到一張照片寫著教堂入口 在撿到照片的旁邊還有一個板凳上 我們可以再拿到一瓶健康飲料 那按這邊的道具 我們就可以離開這裡的花園了 我們一路往前會在前面看到一個破碎的窗口 從這個窗口爬進去就可以到戲院 也是那個尖叫聲傳來的地方 旁邊的道具可以互動爬上去 不過窗戶有一些玻璃碎 所以我們讓瑪莉亞先在外面等我們一下 進來之後我們來到了戲院 我們也可以在門口聽到小女孩的聲音 入口的抽屜裡面也可以撿到幾發的手槍子彈 我們可以通過這裡的放映室看到 小女孩跟愛迪在這裡進行聊天 那現在的話大家可以在這邊聽完他們的聊天 如果不想聽的話 後面的木櫃假如直接推開的話 也會打斷他們的聊天 這邊我們將木櫃給推開 小女孩發出了一聲驚嘆聲 接著我們繞下去 從旁邊的木板進去 就可以看到剛剛愛迪跟小女孩聊天的地方 這裡也會觸發一段我們跟愛迪聊天的劇情 但是小女孩已經離開了 從跟愛迪的對話中我們也得知了 小女孩的名字叫做羅赫 對話結束之後我們也決定去追賞那個小女孩 但這次我們問他要不要一起來的時候 他卻露出了不太開心的表情 那劇情結束之後想要的話 回頭還可以再跟愛迪多聊幾句 我們訊論他關於女孩的情報 不過愛迪表示除了知道羅赫的名字以外 其他的他一概不知 在愛迪作者的正後方 中間這裡一個可以走進來的地方 這裡也可以撿到一張照片 最棒的風味 那愛迪也可以重複進行最多三次的對話 他告訴我們最好趕快追上羅拉 因為羅拉跑的蠻快的 對話結束之後我們可以從戲院的左邊 或者說愛迪的右手邊這裡出來 在下一間戲院往前走一點點 這裡燈會突然亮起來 這裡應該是羅拉在上面的放映室 我們往前走一點 喊他的名字但是沒有反應 所以我們就追出去 出來之後這邊的樓梯可以上去 到二樓的放映室 放映室裡面會有一些抽屜 不過抽屜裡面大多都是沒有東西的 我們翻牆到對面的房間去 後來之後中間這裡會有一個 梯子擋住的路 點擊一下就可以跟這個梯子互動 我們把梯子擋開走出來之後 果然在另一邊就看到了羅拉 不過在我們追上他以前 他又往下跑掉了 那這邊我們就翻牆繼續追上羅拉 一樣這裡的放映室的抽屜 大概幾乎都沒有東西 樓梯下來我們就回到一樓 這裡是我們剛進來的地方 走出外面的也是售票所 我們會看到羅拉衝了出去 我們追著羅拉就來到了門外面 開門我們就看到了瑪莉亞 瑪莉亞告訴我們 他有嘗試叫出一個小女孩 但是小女孩還是往那個方向 繼續跑下去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沿著這條路 一路往下走 要到地圖上我們有劃問號的 醫院前面 醫院在我們現在在的位置 右前方 所以我們可以先過一個馬路 來到對面 往前走一小段 這裡瑪莉亞會叫我們往前看 果然在前面就看到這個小女孩 她衝進了醫院裡 那這邊我們就追上羅拉的步伐 跟她一起進到這個醫院裡 進到醫院之後 首先可以在門口 紅色十字架這邊找到她的地圖 那這個醫院非常大 有非常多東西可以探索 醫院的探索我們會下一部影片再完成 拿到地圖之後 我們先從左邊的這個走廊走到底 最後面的這間房間可以打開 裡面會有一張紅色的紙條 可以進行穿淡 那這裡醫院的探索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繼續 看完喜歡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我會記得